内阁真会检讨改组吗 选举时炮声隆隆的 卫府部长这么讲 现在这个没有 我们把握当下好好做事 四年前民进党败选 大输30万票的苏贞昌 当行政院长 选输的陈其漫和林佳龙 统统入阁当首长 这回苏葵人没动 林佳龙被点名会回国 谭梦安也可能入阁 被调侃内阁难道又将是 败选大联盟 尤其是爆发护航论文 抄袭的陈明通 学生勾加于一度爆料 他快要下台了 陈明通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的恩师 这样子对于老师是 非常不敬严 非常抱歉 也有传讯息给老师道歉 陈明通指导的论文门发校 又再被提报一语九吃 陈明通更被抓包 在台大国发所任教时 平均一年指导10本论文 甚至还有20名学生 过度引述台大同一份研究成果 被批评是论文工厂 他的问题就是架构是一样的 他引用的数据 九本引用了两份数据 分割研究成果 一份数据 你让六七个学生毕业 陈明通应该够了啦 他台湾也不要再践踏台大 应该真的要下台 论文不同去找明通 明通若不出面回应 恐怕论文门将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信用如陈宇荣 台北报道 请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